天后郑秀文6月14日晚现身香港中环出席品牌活动 日前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自曝受不了眼睛有些怪异的疲倦感 上个月去检查视力时 才得知原来自己有散光和轻微的远视 搞到最后要配了好几副眼镜 另外郑秀文日前在接受专访时 透露有一次戴着耳机在户外跑步 当时将耳机里的音乐调得很大声 谁知道后面有一辆车一直在按喇叭 但因为自己太过陶醉在音乐里的原因 直到突然扭头 才发现离自己很近有一辆车 当时吓得差点跌倒 这个这有点危险 因为我跑步有时候会听音乐 那之后自己太过把声浪开得太大 然后有点危险 后面有车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所以现在又慢慢把这个习惯又改掉 没有没告诉他 而活动当晚十一点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打 郑秀文的老公许志安可是头号球迷 话说他会不会在家陪老公一起熬夜看球赛呢 其实平常我偶尔也会陪他看 其实可是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 他们那种在玩什么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都会陪他的坐在客厅里面 我就他在看 然后我也陪陪他 谋方全媒香港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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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